你确定太子和太子妃 不是在做戏啊 太子妃的性子 不像是会做戏的人 对了 太子今天撇下太子妃 带着赵良娣去了御佛节 怕是想借此拉拢赵家的人 赵家的势力不足为据 倒是太子背后那个叫柴木的 我担心哪 如果太子和太子妃是表面骄傲 俺得得派他去拉拢西州 到那个时候就更难把握了 爹 二哥 如意来了 如意 爹 我亲自给您炖了碗参汤 您快趁热喝了吧 你看看人家如意 虽然如意是你们几个年龄里最小的 可是 是你们几个当中最懂事儿的 父亲偏心 我跟大哥做了那么多的事儿 都不如如意这一碗汤 当事儿 那是当然了 都说女儿是爹爹的掌上明珠嘛 好喝 好喝 如意啊 就只有父亲的 没二哥的 如意当然备了二哥的份 一会儿就叫人送到二哥房间去 父亲您瞧瞧 奇巧玲珑 可人得很哪 二哥 你也真是的 都这么晚了 也不让爹爹早些休息 爹爹虽然体贱 但毕竟不思壮年 身子啊 一点也马虎不得 是 是 还有二哥也要注意 你平日朝暮繁忙 长期忙碌 再不注意休息 那身子怎么受得了啊 是 没没教训的极是 父亲 二哥 你们早些休息 如意先告退了 好的 真好啊 父亲 您说 以妹妹的这等姿色 将来找过什么人家 才能配得上她呀 除了君临天下之人 没人能配得上我们家如意 真是奇怪 怎么他们今天一见我就躲啊 太子妃 永娘 太子妃 永宁公主和珞西公主来看你了 现在正在殿内候着呢 我知道了 永娘 你知道 为什么今日这东宫里的人 都在刻意回避我啊 太子妃可知 太子殿下下令 东宫中人不能同太子妃说话 原来是这样 太子妃 你以后可别再意识赌气 跟殿下争执了 不同我说话我就不说话 我还怕了她不成 永娘 帮我把这花好好地插起来 永宁 珞西 我可好久没看见你们了 嗯 小枫 我听闻太子哥哥下令 不允许东宫里的人和你说话 我怕你们 所以啊今天特意拉着珞西来陪你说说话 你可不知道 最近发生太多事了 那个赵瑟瑟一看就是心机颇深 太子哥哥也太没有眼光了 太子哥哥也太没有眼光了 就你多岁 小枫 今天是珞西的生辰 是吗 嗯 那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啊 不用了 太奶奶本来想给我半生辰宴的 可是我不喜欢热闹 再说了 这生辰一年一过 也确实没有什么可庆祝的 宫里宴会的规矩多 自然无趣了 你们想不想出宫去 出 想啊 我有个朋友 在东市开了间酒厨 马上我们去那里庆祝怎么样 好啊 好啊 我们去 老歇 去 我 我也想出宫看看 太好了 今天晚上还是一刻 皇宫东门示威换班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见 好 对了 明日是瑟瑟的生辰 记得小的时候 她来宫里玩 母妃还赏过她礼物呢 你记着她的生辰干什么呀 她和我的生辰挨着嘛 果真如此 奴婢还听说 太子殿下 跑到太子妃的承恩殿里闹了一场 太子妃与太子殿下争执 太子殿下下令东宫一众人等 不得与太子妃说话 为令者要拔蛇流配 为了个女人 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 好 平日临时怎么教你们的 怎么敢在皇后娘娘面前如此失忆 皇后娘娘恕罪 奴婢也不知是怎么了 闻到这汤汁的味道就反胃 这 大胆 皇后娘娘喝的汤药 你居然敢说反胃 我看你是疲劲了 皇后娘娘恕罪 皇后娘娘恕罪 住手 让他们都下去吧 是 都下去吧 下去 带她去后殿验一验 看她是否还是处子之身 是 还不快走 娘娘 这贱帝 居然有了身孕 是 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勾引圣上 皇后娘娘 奴婢没有勾引圣上 奴婢没有 不是圣上 说 你到底是与何人私会 不说是吗 本宫向来治功严谨 竟然在本宫里出的这等丑事 卫辰 在 把她拉出去 仗壁 是 皇后娘娘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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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怒 我说 这孩子 这孩子是与灵未争 这 张参的 什么 张参 皇后娘娘 饶命 皇后娘娘 饶命 皇后娘娘 你们要同我说什么呀 大胆 我问话你们都不回 小心我禀了皇后娘娘 治你们的罪啊 我问话你们都不回 何人 殿下 末将不明白 您为何不让东宫的人和九公主讲话 皇后盯着她 摆明了就是想用她打压瑟瑟 她少说话 就能少惹祸上身 您让你手底下的人跟着她 好好保护太子妃 别让他发现 是 裴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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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这个怎么办 这个呀 对 这个 两个铜钱 一直跟着我们呢 这个 得想个办法 我们一会儿到医馆会合 你负责你看他 你看这个店 今天收拾了 对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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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驾 太子妃在哪儿 你最好实话实说 否则我们回去不好交代 古剑 小枫在哪里 他在前面的医馆等我 医馆 你先去找他 我还有点事要做 回头你们到米罗九四等我 大夫 前段时间我头部瘦了重疮 失去了一些记忆 您能不能帮我看看 好 怎么样 好 你头上没有伤疤 头部也没有受过任何撞击 可是奇怪的是 你的体内寒气很重啊 您确定 我头部没受过伤 嗯 体内寒气 阿渡 那两个人没在跟着吧 我没事 你说顾剑打晕了那两个人 让我们去米罗九寺找他 走 大夫 刚才那个病人 来你这儿 看得是什么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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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好几天没来 怎么变成一个小闷葫芦了 快来尝尝你的羊肉 这是怎么了 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什么事 但是放不下又想不起来 还是你好 心里什么事都没有 无牵无挂的 傻丫头 活在这人世间哪 有谁能够真正做到无牵无挂呢 只不过是各自用不同的心劲 活着自己的人生罢了 小峰 放不下的事情 就让它随风而散吧 想不起来的记忆呢 那就不想了 很多事情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一切 随言就好 你这么调戏本公子 不怕以后嫁不出去啊 爷 要不把我收了吧 对了 差点忘了说正事 我今天呢 有一个朋友过生辰 所以晚上我先把你这里包下来 给他好好庆祝一下 给他好好庆祝一下 定金我都带了 爷出手就是阔绰呀 好的好的 既然你都开口了 我晚上清场 好好地招待你那些朋友们 行 那你们先吃着啊 好 快点快点 赶快走 起来 快点 快走 这几位爷 这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屎林圈 别走啊 小的废话 把这桌子收拾收拾 好嘞好嘞 我这就收 小二 快 干什么呢 快 把这端了 稍等啊各位爷 好唱 这唱的什么呀 换一首换一首 换一首曲子 换曲子 赶紧换 这位郎君 刚才那位公子 已经点完曲了 等唱完这首 我再给您唱 废什么话 让你换你就换 快点换 快点换 这几位官爷息怒息怒 您看这样行不行 这小犬啊 马上就唱完了 要是您愿意听别的 等他唱完了 想听什么 让他给咱唱 行不 老子现在就让他换 您这不是 这好好的一家店 怎么来了一群 不要脸的癞蛤蟆呀 说谁癞蛤蟆呀 说谁啊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你 坐下 你看这俩 有好戏看来 我看你小子 倒比那唱曲的娘子 还要自然 也喝一桩 我这人哪 最讨厌两种 一种就是欺凌弱小的 一种就是自不量力的 结果你偏偏这俩都占了 这月酒呢 我是能陪你喝 就是怕你无福消瘦吧 你 你 我打 大人 大人 快点 快点 快点息怒 快点息怒 我这就给您叫郎中 你这是咋哪儿来的 小地体流氓 赶紧给我滚 赶紧走 赶紧滚哪 滚 滚 也行息怒我 我这就给您叫郎中 这里给您叫郎中 赶紧给我追 快 快点 快点 站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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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别跑 你们俩人去那边 快 是 你这样啊 你这样啊 站住啊 站住啊 站住 站住 站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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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你可算是回来了 刚才吓死我了 你不知道情况又多乱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晓风他们刚才得罪了let 一票官探 现在已经追着往东市跑了 过去我也找不着你 你赶紧去 追啊 看见这个架 始非打不可了 撤 裴将军 裴将军 让开 太子妃 太什么太 快帮我抓住这些人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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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 裴 裴将军 你们哪个处的 裴将军 属下张猜 乃佐羽林卫 闹事喧嚣 还有没有军法 哦 属 属下知罪 属下知罪 既然知罪 快回去领罪 是 属下遵命 走 是 小枫 顾剑 刚才听米洛说 你得罪了一帮官人 没事吧 我没事 你不知道 刚才那些人 见了裴将军 屁门家流就吓跑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东宫羽林军统领 裴将军陪赵 好 太子妃 时间不早了 您该回宫了 宫是一定要回的 不过今天晚上 你恐怕不只送我一个人回宫 此话何意 太子妃 这 走 太子妃 你带这么多人 生怕别人不知道 太子妃偷偷溜出宫来 要不是你把我的人打晕了 太子妃能遇到危险 他们乔装得这么好 我哪知道是你的人 十五 行了 你先走吧 我跟着她 肯定把她送回宫去 既然给洛西公主挑礼物 为何不选贵一点的 你懂什么 多贵的东西宫里没有 我要送 当然要送宫里找不到的 公子来我们唯品阁呀 天南地北 什么稀奇好物件 都能找得到 讨巧又好玩 送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你们这里好东西 真挺多的 我家是在西州 有什么西州特色的礼物啊 您可算来对地方了 既然您是从西州来的 对这种孔雀石 应该不会陌生吧 对对对 我家好多这种孔雀石 蓝绿相间 色泽明亮 呈天然四眷之地 即便是在西州 那也是极其少见的上品 好漂亮啊 你看 孔雀石寓意平安富贵 这个送给洛西再合适不过了 老板就她了 麻烦帮我包起来吧 好 然后呢 帮我再写上两个名字 一块写上洛西 另一块帮我写上赵瑟瑟 好的公子 为何还送给赵瑟瑟呢 明天是她生辰 真大方 赵姑娘人挺好的 阿渡 付钱吧 你家怎么还有琉璃珠啊 掌柜的 你快帮我包一些 好啊 公子 你买这些做什么 用琉璃珠做成万贷 这是我拿手绝活 是吗 我不信 若你做一串给我 我就信 你当我三岁小孩 我才不上当呢 激将法对我没用 我是要拿这个 送给我一个朋友 感谢他 对我之前多次的救命之恩 我救了你这么多回 你也不感谢感谢我 你是我师父救我应该的 来 老板 永宁 你慢点 快点 快点 慢点 小心 快点快点 看 小枫 小枫 马车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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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公主 陪赵将军 怎么是你啊 小枫呢 太子妃让我来接二位公主 走啊 二位公主请慢 太子妃生性活泼 不受约束 但是二位公主从小在这宫中长大 深知这宫中的规矩 我奉劝二位公主 还是不要出去吧 你是来接我们的 还是来拦我们的呀 我是答应太子妃来接二位公主 但是 我 你知道来接我们的就好 本公主的脾气你是了解的 只要我想出去 无论你怎么来 我都有办法出去的 永宁 别这么说 裴将军也是职责所在嘛 裴将军 今日是我的生辰 平日里 我除了和母妃出宫 去寺庙摘介醒亲之外 就再也没有出过皇宫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想过一个 属于自己真正的生辰 你就当成全我好吗 你如果不放心 你可以跟着我们 我们答应你 此时之前 一定跟你回宫 如果一旦被怪罪下来的话 那就 你不用说了 我一律承担 再说了 还有五哥呢 走 放心吧 来 烤酒 嘴忙 客人还没到 你怎么可以先吃啊 快 去 给我去厨房端菜去 等等等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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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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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来了 洛西 生辰快乐 喜欢吗 好漂亮 这是我们西州特有的孔雀石 你怎么就没有给我准备礼物啊 有 怎么能少得了你的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等你过生辰的时候 我再好好给你挑选一个 这要是你送的 我都喜欢 小峰的朋友们来了呀 快给我介绍介绍 是什么样的朋友 需要裴将军亲自护送啊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米罗 这个呢 是我两个在宫里的好姐妹 洛西和永宁 你们好 洛西 你看 小峰的朋友怎么都那么美啊 米罗姑娘早就听小峰提起过你 说你是她最好的朋友 今日一见 果然大方爽朗 招人喜欢呢 好 还是头一回听女子这么夸我呢 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我这儿的酒吧 好 来 你们看 这些都是我的私藏 男人喝酒啊喜欢选烈酒 那女子喝酒的话 就应该选一些果味重一点的 更易入口一些 你看我这儿有屠苏酒 秋露白 飘老酒 覆水春 荷花蕊 寒檀香 千里酒 杏仁酒 金沙 还有 河东酒 香桂酒 珍珠泉 梨花春 若夏春 这些酒的名字可真好听 我从来都没听过呢 那你平时喜欢喝哪些酒 我没喝过酒 不会吧 你没有喝过酒 那 那今日你生辰 我们一定要好好喝个痛快 走 米罗 不渴 她生辰 我免费请她喝酒 有何不渴 她跟你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她没喝过酒 正是因为没喝过酒才要喝呀 女人没有喝醉过 就不会清醒地活着 没关系 我可以喝 好 走 好喝 永宁 这酒很烈的 你别别别别别喝了 你别喝了 干杯 干什么杯呀 阿渡 拿回去 干杯 干杯 永宁 好 好 嘘 我是一只小兔子 小兔子 我要把自己给关起来 永宁 小兔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咱们学工了 永宁 永宁 回去了 很好 起来起来 我们回庭了 快来 嘘 我不是小兔子 我是一只鸟 arus 一只鸟 你要干嘛呀 是你喊 永宁 人 你要干嘛呀 永宁 飞飞飞 快点快点 别乱组练啊 多飞呢 永宁 你慢点 你慢点 慢点 小心 飞啊 飞 别飞了 我是鸟 永宁是鸟 快下来 鸟 快下来呀 飞啊 永宁 快下来 快下来 我是鸟 举杯 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是今尊空对月 月 永宁啊 夏宇君是什么来着 娘 娘 娘 裴将军 我 我念试给你听啊 黄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贤 此物 最相思 我 我再给你念试听啊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情人愿摇曳 尽兴起相思 尽兴起相思 慢点 慢点 小康 我跟你说 这是我喝酒 最开心的一次 对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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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千万不要告诉我 慢点 慢点 不能告诉我 我不告诉我 你不能 不能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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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告诉我 这马的头上 我长了一德花 花 花 我也要 花 我也要花 我也要花 你看 花 这喝醉酒太可怕了 天啊 漂亮的花 太子妃 你总算回来了 你啊 请太子妃赐婢死死罪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你快起来吧 太子妃 明日是赵良帝生辰 你千万别忘了 准备个礼物送过去 我已经给她准备了 你明天记得叫我 太子妃 你等一下 快 给太子妃梳洗 是 太子妃 太子妃 吩咐御膳房去做碗长寿面 一会儿就给赵良帝送过去 就说是太子妃 特意让御膳房做的 是 是 良帝 太子妃也太不把您当回事了 您这生辰一年就过一次 她一碗长寿面就给您打发了 我看呀 她八成就是嫉妒您 嫉妒太子殿下独宠您一人 端着她太子妃的架子 稀落您 要不这面 您还是别吃了 我这又给您倒了去 不 既然是太子妃赏的 我一定要吃 而且 还要好好地吃 干什么 找什么呢 我找你藏的东西 什么东西 给我 这什么东西 用你管 给我 肯定就是你害人的东西吧 这是我过两天要给别人 做护身手串用的 过两天就要给人家了 少一刻我为你试问 你还坐得住啊 我为什么坐不住啊 赵良娣吃了你让人送过去的寿面 现在上途下线 这事你怎么解释 我什么时候找人给他送过面呀 敢坐不敢认是吧 我没坐过为什么要认啊 我们西州女子向来行得坦道 倒是你啊 不去问清楚事实 不去安慰你的赵良娣 跑我这里来不分七红皂白的心诗问罪 你这脑子也配当太子啊 你现在敢这么跟我说话吗 信不信我废了你啊 废了我 太子殿下恕罪 这不关太子妃的事 是 那碗长寿面 是婢子前人送去的 但婢子真的没有在里面 做什么手脚 婢子就是想 今日是赵良娣生辰 太子妃若不赏赐点什么 似乎 似乎有点 但 但太子妃高额未醒 婢子就擅自做主 命人送了碗长寿面去 但我没有想到 赵良娣吃了会上吐下谢 婢子绝对不会伤害 赵良娣 这事我会好好查清楚 都怪婢子擅自做主 请太子妃赐婢子死罪 既然我们没做手脚 她拉肚子就不关我们的事 永娘 别老什么死罪活罪的 快起来吧 归这么半天我看着都累 太子妃 那个字是忌讳 不能提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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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